最近就有小卡爱提醒我说 是不是得给小桃子换一拨头发了 我觉得 非常有道理 我想象了一下小桃子理想中的发型 应该是软萌可爱的 温柔动人的 还有高贵典雅的 但是我刚刚查了一下我的手机余额 最后还是决定 买一个99块的假发布袋 我算了一下 比上次的假发布袋整整贵了11块钱 相信开出来的假发 一定会比上一次的好看 我掐指一算 今天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我们就来开这个假发布袋吧 小桃子 你准备好了吗 没 没准备好了姐姐 可是我已经等不及想要拆了 来看第一个 哇 这已经卷了 就是旧快的假发 果然不一样 可是这个假发好长啊姐姐 没关系 这一次呢 为了给小桃子剪好头发 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神器 来了 快看看里面有什么 哦 梳子 橡皮筋 夹子 剪刀 应有尽有 长发公主 让我来替你修剪头发吧 别紧张啊 小桃子 这个发型我们只是稍作修剪 开始了 头发已经变短很多了 可是头发还是很厚 所以再继续把里面的头发打包 你们看一不小心就剪掉了这么多头发 但是我们的长发公主总算可以走路了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假发是什么样的 不是吧 怎么是这种毛茸茸的 还有种羽毛没晒干的感觉 哦 这是哪家鸟妈妈刚生的仔 镜 有点可爱 给她梳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 嗯 就这么点了 今天咱们给小桃子安排一个短段 要剪成什么样好呢 剪成短段会好看啊姐姐 眼神就是要勇于尝试 发型 一定会好看的啦 姐姐 你看我新姐的发型怎么样 嗯 这个嘛 不好说 继续来看我们的假发 嗯 绿的 红 红的 嗯 一块海绵然后就没了 红毛怪 绿毛怪 又怎么剪成好看的发型 主人 交给我 你 能行吗 你放心好了 这一次我也准备了理发神器 就这么轻轻一夹 头发就可以剪得非常整体 而且我今天灵感大爆发 绝对能帮小桃子剪出最时尚的发型 嘿嘿搞定啦 到底是5世纪的发型好看 还是11世纪的好看呢 哦 哦 随时随地都想给你 给你一个萤幕器 给你特殊的甜蜜 再给你一个萤幕器 玫瑰的甜蜜 还要亲亲 给你一个萤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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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你一个萤幕器 不着大花大呼吸 哎 小白 我是做梦了吧 啊 才5点钟 我还是继续睡吧 这家伙还真的睡了呢 小白 你真的回来了 姐姐这一次怎么回来得那么快 因为有任务 就赶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 虽然这次走得比较急 但是我给你们带礼物了哟 哇 来自地心的礼物 很好奇 姐姐 是什么呀 是我祖母做的 从上次回去 她就开始准备了 赶紧来打开看一下 哇 是给小桃子的衣服 这毛衣也太可爱了 哈哈 是我祖母做的 什么啊 你家祖母会制毛衣 我家主人都不会呢 我好喜欢呀 姐姐 您看 还制了一条围巾 是不是跟毛衣很搭配 这个小裙子也很好看 就是 好像 在哪见过 我也是这次回去才知道 原来祖母来过地球 她说她记得主人 第一次带她去餐馆 里面有人穿 类似这样的衣服 她觉得特别好看 那个餐馆 不会是叫麦当劳吧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呢 只知道她主人 是个很厉害的裁缝 哦 怪不得衣服做的这么好呢 嗯 那个 祖母没说 给我带点什么吗 嘿 怎么会少了你呢 给 你不知道我背着她赶路多类 哇 这一大包都是我的 会不会也是亲手织的毛衣呢 哇 是一套睡衣 祖母怎么会知道我喜欢穿睡衣呢 哇 瑶瑶 这一套更好看 牛仔上衣搭配牛仔裤耶 祖母肯定是个台风高手吧 连款式都这么时尚 最后一套 Oh my god 最后一套竟然是一套 鱼尾婚纱 什么 天呐 我简直太感动了 你们喜欢我就放心了 可是我都还没有男朋友 这是谁的问题 能不能考虑把主人送去地心 然后把祖母换过来呢 瑶瑶 我说你们还是赶紧去试一下 衣服合不合身吧 好好看 小白 朋友 Treat愿 小白 我来了 找我什么事呢 快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我猜不会是衣服吧 你怎么知道的 大家都说阿白没有衣服穿 所以呢我特地去网上 给阿白挑了两套美美的衣服 这么说肯定是没我的份了 那我还是去玩游戏好了 诶 你别找我啊 要我啊 我可是认真的 我验证 三个人的衣服都买了 人人都有份 nice 先猜第一个 诶 不对啊 我明明给阿白买了两套衣服 温客服 什么 另一套缺货 到货时间不确定 no 特地给小白选的旗袍居然缺货 看来今天只能先看他穿这个了 JK制服 格子裙的做工真的很不错 还有白色短衬衣 再搭配同款粉色蝴蝶结 把姐姐穿上他肯定很好看 看来地球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没错 主人 我的衣服呢 放心 少不了你的 第一套呢 是给小桃子买的罗里塔 我又有好看的裙子可以穿了 好看的裙子肯定不只一套啊 摆着小短裙 哆啦A梦的小上衣 最后再来一顶帽子 完美 主人 你到底有没有怎么买衣服啊 你放心 我给你买的那肯定是最好的 登登登 这是啥 白色的丝绒披肩 现在外面的温度三十几度 你给我买绒披肩 我这个叫眼光长远啊 难道你不知道夏天买冬天的衣服 比较省钱吗 那你就留着自己穿吧 别生气啊 瑶瑶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呢 快来呀 姐姐 是这套的校服耶 我又不上学 给我买校服干嘛 小伙伴都说想看你穿校服 你就穿一次吧 马《黎》 《黎師傅》 哈喽 正在看姐姐视频的宝宝 你们还好吗 这个星期呢 我过得非常糟糕 因为呢 发生了一些很状况外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心情好多了 就是我自己回过头来去看这个星期发生的一些事情 会发现不就这样吗 不就是这样一点小事吗 为什么会让我自己那么的郁闷 而且我还偷偷的哭了一次 虽然我已经长这么大了 但是我还是一个爱哭包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爱哭包 我现在长大了 我还是很爱哭 但是没有关系 哭一哭我就过去了吗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决定啊 今天我就不准意识了 我想开开心心 给你们开一个箱 绕起来吧 之前我们的沉浸室开箱 有小伙伴说沉浸室不就是不说话吗 为什么你还在说话呢 是我的错 所以今天的开箱我会管好我自己的嘴巴 尽量不要让它出声 OK OK 西瓜 正面 不要用 黄酒 加烟 泡沫 白酒 沸騰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今天我必须要见识一下 这古董娃娃到底长什么样 哇 里面还不止一个 这个东西它叫 古董娃娃 难道古董的意思就是 比谁的肤色更黑 古董娃娃果然不一样 继续看 这个长得也很奇怪 黄头画黄皮肤绿眼睛 还有绿色的角 这到底是什么古董娃娃呢 你要用欣赏古董的眼光去欣赏它 难道是 我的眼光有问题 继续看 这个倒是看起来有一点年代感 这个笑容跟这个小酒窝 我好像在小学的英语课本里见我 但是你们看看它这个头发 扎得也太随意了吧 是不是这个头发扎得凌乱一点 就比较像古董 这古董有一点小瑕疵 不是很正常吧 看来还得让我重新给你砸个头发 八比八王花 好看吗 来 继续看 这都第四只娃娃了 这娃娃有点可爱 咋不是 这头浓密的金色秀发 也太让人羡慕了吧 还送了一条好看的公主裙 你说是不是古董 我不知道 但是我敢肯定 是小公主本局 还剩最后一个 哇 现在还有人卖这种大比娃娃 月龙剑威力变身 代表月亮消灭你 你们说这东西 它真的值钱吗 那还用说嘛 我现在就去收藏起来 主人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是啊 可是我肚子饿了 你那么紧张干嘛 呃 那个你等我一下 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给我准备的 难道他又想要整我 这个是果汁软糖 不对 它是可以剥皮的糖 剥皮 不敢吃吗 太玩笑 你一直听说这吃糖 还要剥皮的 我来包一个看看 哇 它真的可以剥耶 感觉就像剥葡萄一样 里面的果肉晶莹剔透 我来吃一下 嗯 我说这糖果也太好吃了 那皮能不能吃呢 这个皮也很好吃 真的吗 嗯 还真的挺好吃的 太尴尬了 来 那你吃这个 这不是吸管吗 当然不是 你看 喝鱼又刚好 这是怪味蜡烛糖 可以吃的 嗯 真的可以吃 味道也不怪啊 难道我买错了 这个世界太好了 喝完饮料还能直接吃掉 相当环保 一定是饮料改变了它的味道 那你再试试这个 咦 这长得怎么跟一根根塑料管一样 你看 还能抓辫子呢 这下肯定不敢吃了吧 小伙伴们 这真的能吃吗 味道怎么样啊 还可以啊 挺好吃的 不可能啊 评论区都说难吃的 来 送你一根超大棒棒糖 香菜棒棒糖 应该没有人会喜欢香菜吧 我最喜欢吃香菜了 不过这香菜味的棒棒糖 我还真的没吃过 酸甜口味的香菜 我不是骗你们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吃的 就是能不能 不要一直给我吃糖 真的口渴了 那我给你一种特别的饮料 隐形眼镜 怎么会有饮料 取这个名字呢 然后它的造型 也是奇怪的很 让我想起了一种东西 你不会是拖延时间不敢喝吧 怎么会 果然真不可貌相 什么意思啊 这个饮料真好喝 最后一个 这个长得黑不溜秋的 难道是巧克力豆 这是一种吃完能让人变开心的糖 真的假的 还有能让人变开心的糖 那我来一颗 怎么样 没感觉啊 不就是普通的糖吗 那你再吃一颗 这就吃 吃糖什么一股屁味 哈哈 总算买到一个有用的了 什么 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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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manifested BAR